有一点点黄斐 黄加绿加情底色 属于一个三色的手朵 这条手朵我也是这个树收的 但是我跟你讲 这条手朵我为什么这个树能收的 我们都知道只要是带绿的东西 价值都特别特别的高 何况是带了这么这么辣的一个洋绿 按理说正常都是要几W以上的 包括这个底色能看得到 它有一点点的黄斐 这条手朵我为什么这个树能收的 因为有一条特别特别细的 一条细纹 这条细纹我这样看都是看不到的 我这样的看是看不到的 我都需要去打着灯 仔细的看 才能看得到它有一条细纹 但是这条细纹不会影响它的美观 也不会影响佩戴 可以忽略 可以忽略 但是在市场上 如果是有一条条细纹的东西 价值就会打别错 所以说这条手朵我收了 我现在打算是我自己要送给我的朋友 因为我们自己佩戴这一点点细纹 是一点不影响对吧 一点不影响 所以这条手朵我要把它收藏起来 打算要送人了 给大家显没显没 我今天剪的这个漏 这个真的是大漏 这个蜡绿色 这个晴底色 加上大家有点淡淡的黄斐 非常非常有性价比 我告诉你这条手朵的细纹在哪里 这条手朵的细纹是在这个位置 你要仔细看才能看得到 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到 知道吗 不影响美观 也不影响佩戴 更不会因为这条细纹而断掉 是不存在的 性价比太高了 我也是今天剪了个大漏 这条手朵我是打算留起来送个朋友了 大家能收到一个这品质的东西 那一点点的细纹 一点不影响 那还有这一条 这条也是绝对的牛叉 淡淡的斗笔色 飘一点点黄斐 而且是一个细糯底子 细糯底子 多少收的呢 小千3.5 小千3.5 收到的 飘一点点黄斐 斗笔色 笔子也是很细腻 糯种里边的细糯了 糯种里边的细糯了 也很有性价比 同样我把镜头转过来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 非常非常细腻的一条细糯 这个黄斐飘得油黄 纯天然的黄斐 带点淡淡的斗笔色 小千收到的 小千收到的 还有一条 罗兰的淡春色的一个 贵妃圈的口的手折 这条呢 也是中千收到的 看一下这条手折 淡淡的紫罗兰 是一个贵妃桌 圈口呢 是一个五九的圈口 五九的圈口呢 适合正圈五六五七的人戴的 这个底子也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细腻到一定程度了 细糯进兵了 细糯进兵 这个中千收的 也是非常有性价比 一般的淡春色的手折 价值都会高一些 而且它这个底子 也不会有这么细腻 所以说我这条手折 你们大家都能看到底子非常非常的细腻啊 所以说我这个价位修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直 非常有性价比 还有一条啊 这个是一个轮胎型的手折 是个宽体的 它比这个正装的啊 比这个正装的要宽好多 比这个正装的宽好多 这个呢 是一条淡淡的豆底色 也算是晴底色啊 底子也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非常非常的细腻 我们能看到啊 它这个肿水啊 水头也是特别好 调型非常的饱满 这个宽度都能看得到啊 那今天收了这个两条的这个宽体的啊 如果你长得比较高一些 你有点微胖啊 或者你胳膊有点粗 那你就佩戴这种宽体的调型了 这种宽体的调型你佩戴上以后啊 非常的大气啊 非常的大气 如果你的身材比较高大啊 比较微胖 你戴了一条特别细的那种手折 戴上就没有意思 就没有感觉了啊 那今天一共收了六条手折啊 这条手折是大漏啊 大漏啊 这条也是非常不错 有特色啊 也很有特色 简陋了啊 关谷珠宝成立于广东 拥有国家注册商标 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 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 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 支持私人定制服务 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 关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 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 加拿大 新加坡 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 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关谷 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 那是您不了解翡翠 关注我的微信 78872456 学习更多翡翠知识 判断翡翠的价值 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 买翡翠 找关谷 微信 78872456 关谷珠宝向您承诺 全场保证翡翠A货 送国检证书 支持全国附检 可以淘宝交易 假一赔时 鉴赏期内不满意 可以无理由退换 同等翡翠所受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 可以随便对比 微信 78872456